咸阳草树,寻常巷末,人道寄奴曾铸,想当年,金戈铁马,弃吞万里如虎。 刘宋开国皇帝刘豫,英宁神武,已若盛强,挺进长安,险些克服中原,是人人称颂的大英雄。 刘豫生前怎么也不会想到,自己死后四十多年,竟然被曾孙子指着画像骂遭老头子。 刘子叶不但敢骂曾祖刘豫,还敢骂父亲是大酒糟鼻子。 对待先祖都如此不尽,何谈天下苍生。 如此不孝之人,掌管下的设计也定是一片混沌。 皇帝深夜召见姑姑,次日被太监抬出。 刘子叶是历史上聪明的变态皇帝,还没登基时,就以性格偏激著称。 欺负孝武帝刘俊,曾多次责骂他,不长进,这是你的一条过错。 听说你一向懈怠,天极暴力一天比一天厉害,为何顽固如此? 经受完父亲的责备,刘子叶非但不痛改前非,反而用鞭吃吓人的方式来宣泄愤怒。 等到464年刘俊驾崩,刘子叶更是没有丝毫悲伤,欢欢喜喜地登基上位。 刘子叶即位时刚刚15岁,且荒废学业,说白了就是一个心智不成熟的孩子。 当顽劣的孩子成为一国之君,其恐怖程度无异于把枪支弹药交受并送给一群猴子。 接过权柄以后,刘子叶并没履行人均的责任。 在他看来,自己不用对任何人负责,而所有的刘宋臣民都是他随意打骂的仆人。 上位后的刘子叶将人性之恶发挥得淋漓尽致,贪婪,暴力,残忍应有尽有。 而好色只是刘子叶短暂执政生涯中微不足道的缺点。 刘子叶不但从民间掳掠了大量美女,还把目光锁定在了亲姑姑刘英妹身上。 新菜公主刘英妹,是宋文帝刘一龙的第十个女儿,也是大将军何迈的妻子。 早在即位以前,刘子叶就对姑姑刘英妹垂涎三尺。 只是,当时刘俊在世,刘子叶不敢胡作非为。 当刘子叶成为帝国的主人,他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打姑姑的主意。 465年的某日深夜,刘子叶以想念姑姑为由,宣刘英妹进宫。 当时刘英妹已经与河迈就寝,本来想等明日再去,可又担心刘子叶会因此追责自己和驸马,只好穿上衣服跟随使者进了皇宫。 一路上,刘英妹都在好奇,刘子叶半夜下诏究竟有何事要商谈。 可进宫以后,他察觉到了不对劲。 刘子叶摆好了一桌韭菜,桌子上点着两根红蜡烛,他穿着宽松的衣服,见刘英妹进宫后,热情地上前拉起他的手。 好姑姑,折想你想的,好苦啊。 刘英妹一看,这暧昧的氛围根本不是姑直见面。 他难为情地正开刘子叶,小心翼翼地说道,地下,你已经长大成人了,男女有别,不可再有肌肤至亲。 谁说的,朕就算长到多少岁,永远都是姑姑的孩子。 说着,刘子叶的手就不老实地在刘英妹身上摸索。 刘英妹见状,掉头就想往外跑,结果被门口的两个侍卫拦了回来。 刘子叶坏笑着说,你我姑直,不必藏着掖着,朕看住你了,想让你留在宫里。 刘英妹先是生气地痛斥刘子叶背逆人伦,见其不为所动,转而又苦苦哀求。 可刘子叶只用一招,就逼迫刘英妹乖乖就范,姑姑,你也不想让何大将军死无葬身之地吧。 他又威胁道,如果姑姑不从,那朕就先杀了姑姑,再灭了何家九族。 眼见刘子叶拿着家人的性命要挟,刘英妹只好乖乖就范。 那一夜,刘子叶在成婚多年的姑姑身上,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愉。 刘子叶深深地爱上了这种感觉,并产生了与姑姑天长地久的想法。 指路为马,乙公女换姑母 刘子叶想跟姑姑天长地久,最大的阻碍就是姑父和迈。 如果刘英妹长期不回家,何迈肯定会来宫中寻找,为了一劳永逸,刘子叶想了一招不是办法的办法。 一夜缠绵之后,刘子叶起床的第一件事,就是把所有的宫女都召集起来。 刘子叶围着她们上下打量,那眼神看得宫女们直发慌。 所有人都不知道刘子叶的意图,可又没人敢站出来问。 对比了一圈后,刘子叶走到一位宫女面前,笑着说,就你了。 宫女闻言,心里乐开了花,以为皇帝这时来挑选亭妃。 结果,下一秒她就被侍卫拖出去,强行往其口中灌入了毒药。 原来,刘子叶是想给何迈来一出迷茫换太子。 刘子叶派人把宫女的尸体送到了何迈府邸,运送的使者表示,昨夜新菜公主刘英妹在宫中暴毙,白布下面盖着的就是公主的尸体。 不知真相的何迈悲痛不已,可当使者走后,揭开白布的何迈看傻了眼。 躺着的人虽然与妻子刘英妹体型相仿,恋形相似,可并非刘英妹。 何迈毕竟与刘英妹朝夕相处,妻子的样貌,她还是能够认清的。 何迈很不理解,刘子叶为何要送一具尸体,硬说是刘英妹。 另一面,运送尸体的太监回宫复命后,刘子叶高兴地抱着刘英妹转了好几圈。 刘子叶兴冲冲地说,姑姑,我要让你当皇后。 在刘子叶集累前,她的太子妃就已经离世,因此刘子叶一直没有策立皇后。 可古往今来,也没有立姑姑当皇后的说法。 一想到自己要嫁给侄子,还要母一天下,刘英妹顿时羞愧难当,坚决地拒绝了此事。 那姑姑想要什么名分,尽管说,朕都会满足。 见刘英妹没有答话,刘子叶灵机一动,表示可以让刘英妹代替那个死了的宫女。 就这样,刘英妹从心菜公主,转变成了谢氏宫女。 紧接着,刘子叶就破格将这位谢宫女晋升为谢贵嫔。 当时,刘子叶的宫中没有皇后,而刘英妹扮演的谢贵嫔,就是六宫之首。 为了表示宠爱,刘子叶特别允许刘英妹乘坐有龙骑鸾灵的御车,出入时,锁过皆是实行戒严。 大将军何迈,很快听说了宫里来了为姓谢的贵嫔,长相与新菜公主相仿。 于是他四处突然打听,最终确定谢贵嫔,就是自己的妻子刘英妹,他不禁愤怒道,势必杀辱。 军旅出身的何迈,胆识过人,结交了很多江湖意识。 平日里,他就对胡作非为的刘子叶有所不满,眼见刘子叶强抢人妻,欺负到了自己头上,何迈更是怒发冲冠。 何迈纠集了一帮侠客,准备趁刘子叶外出巡游之际,将其斩杀,再拥立建安王刘子勋为帝。 何迈毕竟是员武将,做事不够忠密,如此要紧之事,竟然走漏了风声,被刘子叶提前知晓。 刘子叶正愁找不到理由清楚何迈,不曾想他自己把借口送了上来。 于是,刘子叶亲自率兵前往魅江军府,将何迈就地正法。 自此,刘子叶终于可以跟姑姑没凶没桑的生活。 刘子叶专爱挑选身边的近亲下手,除了姑姑刘英妹, 她还跟亲妹妹刘楚玉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。 刘楚玉美丽动人,却与哥哥刘子叶臭味相投, 他们经常在宫中堂若无人的嘻嘻打闹, 哪次刘子叶出巡,刘楚玉都会陪在身边。 有一回,刘楚玉躺在刘子叶的怀里娇称道, 地下与我都是仙皇血脉。 虽然男女有别,可为什么陛下能有无数的后宫加厉, 而我只有驸马一人? 刘子叶最受不了女人撒娇, 尤其是自己疼爱的女人, 她大笔一挥,将三十位男宠送到了刘楚玉的公主府。 刘子叶爱姑姑,刘楚玉则喜欢姑父。 上书立布朗楚渊,是南郡公主的驸马。 楚渊风流倜傍,一表人才,让刘楚玉爱慕不已。 在刘楚玉的请求下,刘子叶专门写了道诏书, 让楚渊去刘楚玉府上侍奉。 期间,刘楚玉对其威逼另诱,可楚渊就是不从。 刘楚玉不解地问,君虚然如己, 怎么就没有一点大丈夫的气概呢? 楚渊回答,我虽不才,但也不敢做此淫乱之事。 楚渊的正直,让刘楚玉的驸马何及轻慕不已。 一来二去,两人竟成了好朋友。 刘楚玉眼见,楚渊不会答应,最终只得乖乖将其送回。 刘子叶欺辱姑姑,对叔叔们也是毫无情面可言。 见安王刘修仁和湘东王刘玉,山羊王刘修佑, 这都是刘郡的亲兄弟,为表羞辱,刘子叶将其掉进笼子里称重。 刘玉体重最沉,刘子叶就封他为诸王,刘修仁称为沙王,刘修佑称为贼王。 刘子叶把三位叔叔当成了猪养,专门建了一座猪石槽, 让其赤身裸体地进去舔食,其荒唐程度,庆竹难输。 最终,刘子叶死在了叔叔们的手里。 刘玉买通了刘子叶的亲信授记之,江产之, 他们谎称竹园里有鬼,让刘子叶去抓鬼。 结果,刘子叶被授记之,江产之当场斩杀,十年十七岁。 刘子叶的残忍和荒淫,很难让人相信,他是个十几岁的少年。 沈约在诵书中毫不留情地说, 若夫武王朔因咒之信,不能挂其万一, 或光书昌亦之过,为祖举其好礼。 假以忠才之君,有意于此,足以允设残宗, 乌公诸妙,旷总私恶以翠一人之体呼。 齐德王,亦为信义。